4月3日星期三 清明节前的最后的一个交易日结束了 那么出现了小幅的阵仗整理 那么好像貌似很强 那么节后能不能徜徉突破 一举突破3090 占到3100点的上方去 还是说叙事之后呢 横盘整理之后向下 我们今天主要探讨这两个问题啊 今天这种走势呢 应该是说煤飞色舞的行情 你看煤炭下午快速启动 上午这几天有色金属走得都特别强啊 贵金属的在避险情绪的这种带动下 连续大涨啊 已经创了历史的新高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煤飞色舞的行情还会延续下去吗 我个人是这样的判断啊 毕竟这个位置比较高了啊 你上涨是不严顶的 你不能说它到这一定就结束了 但是煤炭可可低未动 煤炭呢 整体的位置也挺高 但是它短线的位置可挺低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轮动起来 另外我们发现有些稀土好像也有点动作 能不能演变成这些资源骨 你看昨天化工走的也不错 是吧 能不能演变成资源骨的这样的行情 这个倒是我们在 这个休息这几天当中呢 我们要认真考虑考虑 节后是不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这个我们先把这个话题放在这 方面呢 我们在休息期间呢 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板块上的分析 还有本周的评论 那本周虽然只有三天 但它也是收周线的 是不是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走势啊 今天呢 应该说两市的成交量呢 进一步的小幅萎缩 但是还是维持在了九千亿的上方 但是有一个事情必须要说的是 北上的资金 北向的资金呢 是一直在这么流出 向下流出 昨天它是前两天不休息了两天 然后昨天跟今天都是流出的二十多个亿啊 另外昨天内资是流出的 今天内资也跑了好几百个亿 今天在梅肥色舞的情况下呢 这个科技股跌的可够惨的了 另外来讲呢 我们发现还有两个重要的细节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说白酒实际是有 业绩报是预洗的 但是呢 它是冲高回落的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券商这两天实际是有频繁有利好的 并购啊 重组啊 但是也没有起来 今天也是拖累指数的 虽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盘面的现象 你在尾盘的时候 券商有资金在买 确实有 科技股的有些东西 前期强势的品种当中 确实尾盘有资金在买 但是它毕竟是 今天杀的有点很科技股 对不对啊 那么在没有做出分时反深的信号之前呢 我们很难判断它这个调整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我那意思呢还是要等到看 我总的来讲呢 这里面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观点啊 你看我们用15分钟图上看啊 实际这几天的低点呢 都是你看这天是3063 昨天是3063 今天一度到3063那也撑了一下 但计算之后又收回来 还好就算站上了 那么这个3063呢 很显然变成了一个颈线位 如果它是一个颈线位的话 大家看一看 这是3085 这两边是不是有点尖的意思啊 是不是 所以说看着如果要突破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整理区间 那么这种整理区间 就看结后是否向上启动板块进行攻击 现在这个方向是不明的 你不能一定断定说必须得向上攻击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等到这个攻击的信号出现了 那一定是一颗放量的东西 一定会有启动的板块 那个时候我们在跟踪那个板块 上去就完了 所以说我呢 今天直播的中心思想 就是叫大家暂时性的降低床位 降到三层舱左右 应对这个期间的不确定性 这个可能有点跌破的意思啊 另外来讲 今天这个你看这个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白酒处理好之后 它不涨它回落了 券商没什么不动 银行也没有表现 那煤飞45它能石油等等 它能撑住吗 可能性不太大 如果要科技股要不行稳住的话 也不好说 所以说反正它们都没动 我们配置点资源类的品种就完了 今天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节后吧 那么从大周期上看 我们说必须要说明的是 那么有人说总是要我解释一下 说老师你为什么说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上涨 大家记住 上涨呢 是跟下跌是有一定对称性的 那么这是上涨指数的月线 月线呢 在经过连续下跌之后 30多个月了 它的根据周期理论 它不可能涨三个月 怎么也得上涨回车再上涨 这么个ABC 这么个动作之后才能结束 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 连续下跌之后 我们这里面能做的就是做多 这个是月线 如果建立在一个周线的角度看呢 你看本周呢 它实际是收阳线的 对吧 那它出一个盘整线 那么实际周线的始终就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调整 当然了 有些板块已经出现了比较充分的调整 但是板块充分调整 你要一定要轮动起来呀 我们看不出来太多的轮动的这种旁边的现象 除了有色金属是连续扒升的 是煤炭还是调一调的 但其他的呢 并不明确 是不是 还是等这个板块轮动轮动 我们找准那个方向再进行攻击 这个是周线 我们看 这种日线看的就更加清晰 大家看3090是个高点 那这个地方能不能出现一个高点不过的走势 你看 如果要向下拐头呢 所以说这要么向上突破 我们一定有启动的板块 我们跟进 如果要向下呢 我们就控制风险 这就是我总的观点啊 具体呢 我们周末周日的时候 在大家综合各种盘面的数据 来做一个周线上的分析 大家周末再见